农村小哥剪石头 今天来切一块 看起来很普通的石头啊 这个石头 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了 如果再普通的话 我剪这种石头 我都要怀疑我的水平到底行不行啊 如果你不接触的话 真的也是看不懂 就是一个普通的石头 但是你对这种石头有一定的了解 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然后仔细看的话 它会有一些小小的水晶的表现 很小 这一块它不多 然后这边这些也是 有一点表现啊 现在湿了水的话 看起来明显一点 这里有一点点水晶的表现啊 然后感觉到 它好像有一些 一条条很细小的条纹的感觉啊 它里面应该是有花纹的 所以说 就从这两点 我就能判断出 它这个石头里面是有花纹的 所以我才会把它捡回家 不然的话 也是浪费力气啊 刚给它切了一刀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 来了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死的瞬间 哇塞 有点尴尬啊 咦 花纹还有一点点绿 这个花纹的话 怎么说 一丝丝的 比较缭乱啊 颜色 如果再鲜艳一点的话 看起来就要 亮丽一点 因为这种石头 主要就是看里面的 花纹跟颜色的 如果你花纹 不壮观 颜色不鲜艳的话 它的价值 就大打折扣啊 石头这个东西很难说的啊 我开始的话 我只能断定 它里面应该是有花纹 但是它出现什么样的花纹 出现什么样的颜色 这个还是要切开才知道啊 打个灯看一下啊 这个透光中等吧 好 每天一定分享美食啊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了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啊 请关注小哥的视频